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贡献人大智慧彰显人大价值 市委副书记市党李亚平主持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振一 市政协主席周伟强 市委副书记钟敏出席会议 蓝少敏代表中共苏州市委 对市人大常委会设立40周年 表示热烈祝贺 他指出 40年的生动实践歧视我们 做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 必须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发挥政治优势 必须始终坚持围绕中心大局 助力改革发展 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做到屡职位民 必须始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维护宪法法律权威 蓝少敏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刻认识 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的重要意义 做好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 是坚持和完善 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必然要求 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 是推进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是推动苏州高质量发展 走在前列的迫切需要 蓝少敏指出 当前 苏州正处在 两个一百年目标交汇 两个五年规划交接的关键时期 十四五 也是苏州建设 现代国际大都市 美丽幸福新天堂 实现由高速发展的标兵 向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华丽转身的关键时期 面对严峻挑战 既要抓好眼前发展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 落实六宝任务 也要更加注重做好 事关长远发展的 战略性基础性工作 坚持用开放 为一切工作赋能 不断提升城市能及 在这个过程中 更要充分发挥 人大工作的独特优势 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 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让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不断涌现 创新活力 竞相迸发 更好助力苏州 高质量发展 走在前列 蓝少敏强调 要依法履行 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各项职权 全面担负起 新时代人大工作的职责使命 奋力书写 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的奋斗篇章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 与时俱进 强立法 从严从实抓监督 紧扣大局做决定 依靠代表 拒民心 蓝少敏强调 要切实加强 党对人大工作的 全面领导 支持和保证 各级人大 积极常委会 依法履行职权 全市各级党委 要高度重视人大工作 不断加强 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支持和保证人民 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行使国家权力 保证各级人大 都由民主选举产生 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 保证各级国家机关 都由人大产生 对人大负责 受人大监督 要大力健全 党委领导人大工作制度 充分发挥 人大常委会党组重要作用 高度重视 各级人大常委会 履职能力建设 不断推动人大工作 创新发展 李亚平指出 要坚持 以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论述 为根本遵循 牢牢把握 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切实把党的领导 贯穿到人大工作的 各方面各环节 要发挥 根本政治制度优势 全力为苏州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保障 要守正创新 与时俱进 不断提升新时代 全市人大工作 整体滞效 陈振一从过去40年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 总体情况 11届市委 人大工作会议以来的 人大工作情况 不忘初心 与时俱进 奋力开创苏州人大工作 新局面三个方面 回顾了市人大常委会 40年来的工作历程 总结经验 提出工作打算 会前 与会同志参观了 纪念苏州市人大 设立常委会 40周年图片展 会议播放了专题片 太苍市委 昆山市人大常委会 吴中区虚口镇人大 相城区 黄桥街道人大工委 主要负责同志 做了交流发言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各市区设分会场 市委 市人大 市政府领导同志 曾经担任过市人大常委会 领导职务的 王敏生 黄俊杜 周福元等老同志 市中级法院 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 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 本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市人大专门委员会 和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 主要负责同志 部分在苏 全国 省市人大代表等 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今天 苏州生物医药产业 在天上市新军 总部位于工业园区的配加医疗 以云敲锣的方式 成为苏州今年首家登陆港交所的企业 三 二 一 敲锣 市委副书记 市长李亚平 市委常委 园区党工委书记吴幸文 与企业管理团队一道 为配加医疗上市敲锣 配加医疗于2012年成立于苏州工业园区 在心脑血管疾病介入治疗领域 处于国内领先行列 目前 企业已拥有六款注册产品 并有20款正在推行中的再延产品 那么从此我们可以借助于资本的力量 有更大的作为 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到研发 包括海外的一些并购 一些技术的引进 人才的引进等等 高风险类的植入医疗器械研发投入党 周期长成立八年就上市 企业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园区的大力支持 从临床到引进人才 到房租股贴等等 都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支持 作为配加医疗的投资方之一 李来亚洲基金 先后参与了苏州21家 生物医药企业的投融资 投资规模近6亿美元 从初创期的一颗种子 复化成上市企业 苏州完备的生物医药产业基础 和一流的正走服务 正让以李来亚洲基金为代表的 风投资本 越来越看好苏州 投资苏州 一方面我们提供的资金 只是解决公司早期发展的 这些瓶颈 真的当企业要做大的时候 其实特别需要政府的一些 支持和引导 包括人才 上下游的资源 截至目前 苏州已有境内外上市企业161家 其中14家来自生物医药产业 倾听企业关注 汇聚发展智慧 昨天苏州市第六期 民营企业家阅渡沙龙举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 与15位来自材料领域的企业家代表 面对面交流 他们中既有钢铁光鲜 当领域的行业大佬 也有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创业新人 今年2月份 材料科学沽苏实验室启动筹建 各项工作有力推进 目前已确定苏州工业园区 作为沽苏实验室总部所在地 6月底将挂牌 对此企业代表们都倍感振奋 如何找出一条 适合沽苏实验室发展的新路径 不少企业家建议 以问题为导向 从需求来入手 我们要投入我们苏州的优势 沽苏实验室要与产业新闻发展 我们比喻就是流通技术与市场的关系 如同这个种子与土壤的关系 这样才能面向更大需求 可能要在企业需求的基础上 凝练出科学问题 真正解决科技 创新对技术知识和市场需求 对技术引导的这种双人驱动 李亚平认真倾听记录 不时就具体问题与大家互动交流 他表示 大家为沽苏实验室建设提供了宝贵思路 会后将把大家的建议进行梳理归纳 进一步细化完善建设方案 在活动中 李亚平指出 材料科学沽苏实验室 是我是下大决心 打造的高水平科技创新测源地项目 使推动我是产业转型升级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布局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创新发展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借鉴先进经验 结合我是实际需求 找出一条适合沽苏实验室发展的路径 在沽苏实验室接下来的建设中 希望在座企业家和专家能积极参与 为将沽苏实验室早日创建成为 国家实验室贡献力量 市委常委 副市长黄宗明 副市长陆春云 市政协副主席李赞参加活动 今天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伟强 主持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学习会 集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和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并围绕持续深入解放思想专题 进行交流讨论 在认真传达学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精神后 周伟强率先做交流发言 他说 持续深入解放思想是开放再出发的活力支援 彰显思想引领的强大力量 需要政治勇气胸怀和智慧 需要有必须坚持的原则 落实到具体工作实践中 要求我们既要勤于学习思考 又要善于结合实际 既要勇于探索创新 又要敢于担当负责 周伟强指出 要以持续深入解放思想为动力 机密结合苏州发展实际 机密结合政协工作实际 以更高点的站位 更开阔的视野 更务实的举措 更有担当的作为 落细落实 市委对政协工作提出的各项要求 全力以赴 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陈雄伟 浦龙高 做现场交流发言 开放是苏州最大的发展底色 在对标找叉活动中 如何全面对标一流 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在新一轮发展中 当标杆探路子 本期对标找叉 再攀新高专题报道 我们来关注苏州利用外资 赶超计划推进情况 2019年 苏州市实际利用外资 46.15亿美元 而同样以发展外向型经济 为重点的青岛 达到58.4亿美元 与最强的拼最快的赛 苏州把成绩亮眼的青岛 作为标杆 确定了三年实际利用外资 超过200亿美元的赶超目标 要赶超 工作机制先创新 苏州市商务局 拿出项目进展情况报告 会商会办 推进成效运用和通报 三项工作制度 一起一侧做服务 让营商环境苏州最舒心 对企业来说 我想我们还是 一个是问题导向 企业有问题 我们帮他们解决 各方面的问题 营商环境最优 带动了投资最热 一季度 全市实际使用外资 达42.3亿美元 同比增长163.3% 创历史新高 为青岛的2.9倍 全市重点外资项目库 入库项目达239个 预期投资总额超过300亿美元 主要涉及先进制造 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领域 种好梧桐树 引来金凤凰 在泰仓 日本三大家具巨头之一 伊腾喜的生产车间 机器24小时不停转 一季度订单产量都翻了一番 由于中国市场增长迅速 二月份他们原计划 在上海新设立中国区总部 而就在临门一角时 被苏州吸引了 大概带着他六七个同事 是到了上海 跟我进行一次面谈 当时面谈的印象特别深 因为觉得谈得就很融洽 而且在会谈的当天 对于我们的一些疑问 就做出了一些回答 所以给我们留下了一个 非常好的印象 后续跟我们的董事长 尤其象征实地考察了一下 那经过对比之后 其实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苏州可能对于我们 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 应该说是在我们上报 董事会最终方案之间 临门一角改变了一个方案 总部落地苏州后 伊腾喜集团要再增资 1500万美元 产能再升级 此外首期投资1.3亿美元的 星巴克中国咖啡创新产业园 今年落户昆山 日本参天制药 在工业园区 新建全球最大眼科制药基地 美国零售巨头开市客 投资1.8亿美元进驻高新区 一大批重点外资项目 让苏州热力四射 下一步 苏州还将继续用好 苏州开放创新合作热力图 在现有的平台载体基础上 再推出苏州产业链 全球合作对接图 创新云招商 打造永不落幕的线上对接平台 打造招商新平台 创新引资新模式 打造营商新环境 优化工作新机制 强化政策新支撑 这五个新 让苏州利用外资 逆势增长 我们要靠我们的投入引进外资 来对冲我们城市能及不足 这么一个短板 做到有效的投入一点都不能松 有竞争力的项目一个都不能放 有希望的投资意向 一个都不能让 目标导向要达到 三年两百亿到账外资 要超完成任务 我们还要在这个平台上继续再创新搞 今天市政府与中国电信江苏公司签署5G战略合作协议 副市长陆春云参加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 市政府与中国电信江苏公司将共同推进苏州5G网络建设及产业发展 在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政府 工业互联网 新型智慧城市等领域开展合作 江苏电信为苏州量身打造了5G加工业互联网平台 该平台将利用5G 云计算 大数据 互联网等技术 为制造企业提供整合式端到端 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 今天 江苏首张5G轻品网也正式开通 今年 中国电信苏州风公司启动了5G网络优化工程 率先在苏州城区和园区金鸡湖 精心打造了两块5G千兆精品网区域 分别覆盖1.6和1.8平方公里 今天 苏州市第15届运动会组委会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 副市长王阳出席会议 苏州市第15届运动会暂定于今年6月至11月举行 设学生部和成年部 预计共举办154项次比赛 市运会会徽图案以数字15为设计元素 融入了字母S 跑道 运河 运动健儿与群众 苏州园林 桂花 运动器材的造型 流畅的线条巧妙融合成 富有苏州文化的扇面造型 彰显苏州地域文化特点 吉祥物小苏是以浪花水滴和桂花为创意元素 动感强力的运动造型 显现出活泼可爱 亲切友善 吉祥欢乐的艺术魅力 今天是国际家庭日 今年苏州有两户家庭 获评全国抗疫最美家庭 卵林是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科长 疫情发生以来 她和同事不分昼夜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和完善防控措施 提供依据 疫情期间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连续加班的状态 那么家里主要还是靠女儿自己在自学 比起乱林 丈夫张俊暨更忙 刚过完春节 张俊暨得知湖北疫情告急 主动请英 成为苏州第二批 驰援湖北医疗队中的一员 在武汉同济医院公股院区 她和同事承担起了重症和微重症患者的就职工作 张俊暨说 他和妻子是大学同班同学 干的工作又差不多 因此在战役最为吃紧的两个多月里 夫妻俩一个在武汉前线 一个在苏州后方 携手逆行 奋勇迎战 日前 这户家庭入选为全国抗议最美家庭 保持一种平淡心吧 平常心 做好自己的 而且告诉她就是今后长大以后 也要能够尽可能的去做 能够帮助别人的事情 日前 来自市公安局的陈进浩 和市务院的朱立家庭 也入选为全国抗议最美家庭 近年来 市富联持续开展 寻找苏州最美家庭活动 今年全市共新增十户赏级最美家庭 十二户赏级抗议最美家庭 十户赏级五好家庭 展示新时代 家庭从得向上的良好风貌 将即发挥家庭家校加风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空气好的地方能补钱 空气不好的地方要交钱 今年三月 苏州市首次出台 乡镇街道空气质量补偿指导意见 最近已有乡镇领到了这笔奖励金 五江区的七都镇共用有23公里的太湖岸线 如今漫步在太湖大堤上 远处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 而大堤两岸绿树成荫 走在这里仿佛进入了一个天然的氧巴 空气十分的清新 而最近正是因为空气质量好 七都镇拿到了一笔价值20万元的空气质量补偿金 我们七都镇四月份的PM2.5月均浓度 是29.9微克美丽方米 符合了我们全区的35微克美丽方米的改善目标 在全区八个板块排名第二 日前 五江区暗月对辖区乡镇街道环境空气质量进行排名 综合排名后两位的区镇 每月上缴补偿资金各60万元 当月PM2.5浓度低于年度考核目标值的免于补偿 而这笔补偿资金则同比例 将力给PM2.5月平均浓度排名前两位 及月度改善率排名第一位的区镇 上个月 五江平旺镇 七都镇和焚虎高新区里里镇 就分别获得20万元的补偿资金 这也标志着我是乡镇空气质量补偿工作正式落地 这即使对我们七都镇大气不染防治工作的一种肯定 也是一种激励 因为大气不染防治永远在路上 下一步我们将把这笔资金放在相应的大气质量项目上 对七都的空气进行持续的改善 空气质量补偿 是我是当好蓝天保卫站的重要举措 目前全市各地正结合自身情况制定补偿办法 今年内全市空气质量补偿工作将全部落地 主要目的就是运用经济政策的手段 树立谁改善谁受益谁污染谁付费的理念 切实地压实各地的属地知己责任 督促各地采取更为科学的精准的有效的知己举措 不断地提升区域微环境的治疗 今天苏州市2019年医务教育学业质量监测报告发布 一起来看看孩子们全面体检的结果如何 此次监测从去年9月开展 对大市265所初中学校所有年级进行了全覆盖抽错 样板总量超过27万 参测比例99.86% 报告从心理健康 家庭教育 电子设备使用 体美劳教育 课外补习 压力感受等六个方面 总结了监测结果 报告显示 近三年 学生整体主观幸福感越来越高 全市近八成的学生 有一项及以上的艺术爱好或特长 五成左右的学生参加学科类课外补习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在压力感受方面 家长要求给学生带来的学习压力最大 学校及老师要求给学生带来的学习压力最小 课业投入在中等水平且压力感受轻的学生 学业成绩最好 学校和老师给孩子的压力是更理性的 而家长给孩子的压力可能不是那么理性 而让学生有了偏重的学业压力 我希望家长能够信任学校 配合学校 在学校的这样一个教学的这样一个主导下 来做好我们的家庭教育工作 5月12号起中国女足又一次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集结 继续备战东京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 苏州女足姑娘李孟文也参加了集训 昨天中国女足向媒体开放了疫情以来的首堂公开训练课 要想拿到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中国女足首先必须在接下来的两个回合中 力压韩国女足 为了让姑娘们逐渐适应比赛的节奏和对抗强度 中国女足还计划在苏州安排三场训练赛 在中国女足新一期集训球员中 苏州本土培养的女足姑娘李孟文目前私持编后卫 这半年的进步是相当相当大 就突然感觉这孩子长大了 我对待这种编后卫的球员就非常珍惜 李孟文算是其中一个算是重点配 能在家门口感觉自己还挺自豪的 然后在苏州这边场地也好 条件也好设施也很好 面对韩国两场比赛都会全力以赴 此次集训共有25名球员参加 他们将在太湖之宾集训到5月底 日前根据群众举报线索 市乌房工坚办对张家岗市部分 在建工地的阳城管控情况 开展暗房检查 发现其中两个地块工程项目 阳城污染问题较为严重 在位于张家岗振兴东路的一个地块工程项目 暗房人员看到进出施工场地的渣度车都没有进行冲洗 带泥上路现象严重 施工现场 裸土未进行覆盖 且地上浮沉较厚 厂内虽局部设置有喷林及雾炮 但未见其使用 混凝土搅拌作业 灰尘四起 噪音巨大 此外 安防人员发现 现场三级沉淀池内的泥水 存在直接排放河道的情况 存在同样问题的 还有位于阵兴东路的另一个地块工程项目 该工地仅在靠近主干道的位置 用破旧广告牌充当围挡 围挡上只有少量喷林 多数部位未见喷林降沉和雾炮设施 同时 该工地内的洗车台位置紧贴出入大门 车辆进出根本无法使用 此外 南侧场地土方开挖后的裸土 也没有任何覆盖措施 场地内污水遍地 食材切割 未带水作业现场产生较大灰尘 针对上述问题 市屋房供建板 一向张家港市印发杜瓣单 要求尽快消除 工地施工作业扬陈现象 同时 要加大日常巡查监管力度 加强区域内扬陈管控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今天 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通过 将于7月1号起施行 条例明确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坐人 应当佩戴安全头盔 否则将处警告 获20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 此外 电动自行车搭载人员 年龄限制从12周岁及以下 放官到16周岁及以下 日前 故苏区全面启动2020年度 既有多层增设电梯工作 对灵堂新村31状东单元 等6处增设电梯方案进行审查 预计6台电梯增设成功后 将汇集居民84户 国庆节前有望完工 今天 苏州乐园森林世界开园新闻发布会举行 5月20号 苏州乐园历史4年打造的森林主题 禅浸式乐园森林世界开启市营业 森林世界设有6大精彩区域 好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